喂小姐你好 關於您聽過的飛機杯 什麼什麼什麼杯 就是我們發生了一些口碗 什麼飛機杯啊 我聽不懂啊 該不會是我瞞 要在網站上面亂買什麼東西了吧 沒有其實處理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報警的問題 喔 你要叫警察喔 好啊 我告訴你 我旁邊剛好有一個漂亮的警察 這一天我把電話交給他聽喔 喂 這裡是公園前派出所 您好 您好 各位您訂過我的那個 什麼 我沒有訂東西啊 阿良 是不是你又在亂花錢啦 不是 所長不是叮叮你 領薪水就要好好存起來嗎 你們是什麼單位 我們是火箭物流 火箭 我聽到火箭 有人在呼喚我們的聲音 既然你誠心誠意的發問了 我就大發慈悲地告訴你 為了防止世界被破壞 為了守護世界的和平 我們是傳說與您和之間的火箭隊 愛人組 喂 其實您先前訂過的飛機 因為一些流程錯誤導致 加單變分為12個 喔 那你就寄啊 我剛好需要啊 我剛好需要12個啊 寄來啊 那扣款配備的部分 需要您寄ATM操作 喔 扣款啊 沒差啊 如果沒有機器處理的話 我們會保護的動作 那那個 白癡這種想騙 喂 小姐妳好 關於您訂我的飛機杯 什麼說杯 就是我們發生了一些 扣款處理的情形 我聽不懂啊 就是飛機 該不會是我忙 又在網站上面亂買什麼東西了吧 小姐 不好意思 沒有機器處理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報警的問題 喔 你要叫警察喔 好啊 我告訴你 我旁邊剛好有一個漂亮的警察追貼 我把電話交給他聽喔 好好好 喂 這裡是公園前派出所 您好 喂 小姐妳好 各位您訂購的那個 什麼 我沒有訂東西啊 阿良 是不是你又在亂花錢啦 所長不是叮嚀你 你薪水就要好好存起來嗎 你們是什麼單位 我們是火箭物流 火箭 我聽到火箭 有人叫呼喚我們的聲音 既然你誠心誠意地發問了 我就大發慈悲地告訴你 為了防止世界被破壞 為了收復世界的和平 我們是傳送於銀河之間的火箭隊二人組 他說我們是笑欸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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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您好 請問是許先生嗎 我這邊是XXX坡 我們是 第一名 今天的話您是許先生嗎 想問一下您會說中文嗎 一點點 服務人員呢 操作的事務幫您刷了兩萬八千一百元喔 誰啊 沒錢 您想拿錢說你沒錢嗎 完全 嗯 今天今天我想吃醬麵 您那個 您會說中文嗎 您是說你沒錢嗎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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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許先生 我跟你說 不是 別人的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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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詐騙電話猖獗 時不時就可能接到詐騙電話 有網友就決定假扮日本人 用憋角的日文來對付詐騙電話 結果被詐騙人員釋破 直接沒忍住破口大罵的有趣畫面 許先生嗎 我這邊是XXXX 諷 您是許先生嗎 想問一下您會說中文嗎 一點點 好的好的 許先生 呃呃我這邊是呢 要跟您確認一下 因為我在2023年12月9號 在咳 消費了兩千八百百 seis十如果 不過這個服務人員呢 呃操作的事ỗ幫您刷兩萬八千一百元哦 白 Maps 我沒錢 導演你是說你 你說什麼 你是說你沒錢嗎 沒錢 那個 許先生沒關係我跟你講你不用慌張 真的不用慌張齁 你這個呢就是到這個ATM操作一下 會款一萬五千塊就好了 那這個呢操作費的話 我們這個隔天呢會把這筆費用 這碗給您的齁 你不用太擔心 欸 今天年輕了 我想吃家麵啊 許先生 那個您 您會說中午吻嗎 你是說你要吃菌嗎 欸 打了 真的嗎 不是 不是 許先生 我跟你說 要麻煩您今天晚上十點之前 一定要操作完成 不然那個二萬一千百萬 會列入你的下集帳單喔 欸係 水濃高級 一濃高 美安濃級 公共我也是公共我 asp b 誰不ي 200 200塊嗎 啊那我錢轉給你了 你可以幫我女兒帶走嗎 書 妹 來 收文句 收文句 reduced 哥把文章收起來了 現在立刻馬上 他快一點 你比詐騙主權很可怕 幾代欽張 辣媽接到謊稱兒子在他手上的詐騙電話 媽媽進回說 我女兒給你 你可以把他帶走嗎 惹得詐騙集團爆氣 網友也直呼太狠了 媽媽比較可怕 我女兒給你了 你可以把我女兒帶走嗎 他不要他咧 其他詐騙都不太緊張咧 我是女兒被綁中的緊張嗎 還是會啦 只要養他再留作心 然後他現在在槍殺我 你幹嘛 那你無比的希望這個詐騙是真的 方教授說 我們對小孩 要情生細語 妹妹來 收玩具 收玩具 喔喔喔喔喔喔 根本就收起來了 現在立刻馬上 快一點 你比詐騙集團可怕 他準備碰你多少錢 25 他電話來說我是 我高中的主人 他是大家都覺得 主要請我 跟電視廠商 在電力的等大家可以 他是假日跟你講的 你未來要賺這筆錢 你就會想要幫他帶電力 我都會回去 接著方式 我告訴你 今天又要詐騙集團 男子接到謊稱某某高中主任的電話 想定禮盒請他帶電25萬 男子聽到對方大陸槍嬰兒起疑 打電話去高中發現 並沒這個人 詐騙集團知道自己露線了 最後才沒得逞 然後他很聰明 他選假日跟你講 你未來要賺這筆錢 你就會想要幫他帶電力 我都會回去 接著方式 打電話去那個高中 打電話去那個高中 打電話去說沒有沒有這個人啊 那我繼續跟他聯繫 故意在約定的時間 打電話出了 很多人到一人 他可能是要去肉線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樣的演技 可以去應徵詐騙集團嗎 少人繼續 你又不能施術 他就在堅埔站那邊 會有那種月薪十幾萬的工作 你說自己人就會先去 幹嘛還要在高中 為什麼要留給外國了 就到大陸就投資了 就人過去 然後帶他去這樣子走一圈 然後回山回山 然後就這樣丟錢 然後全部都沒有 那時候那個年輕人還比較不知道 我其實是被那個電話炸騙 我當時是買什麼 遊戲網卡之類的 就是當時喜歡的東西 那之後就其實有一通電話 打過來就說 其實我們重複下訂 我就傻傻的那個就是 跟著他指示 做了他的一些操作之後 那其實就是有虧錢 但是其實就是 就是不禁一支不漲一支 那丟下去的人真的是 學費啦 其實就三萬多 歡迎收看今天的486介紹全民調 如果有高薪工作 叫你去柬埔寨 你願意去嗎?看他怎麼說 應該是不太會 真的要去國外工作 你會去稍微做查證 一定會做一個不確認的地方 直接去啊 直接去? 所以你是被騙那種的 對啊 一看柬埔寨就不會想去 那時候是東南亞的 什麼泰國 不會想去 不會想去?杜拜可以嗎? 可能會考慮一下 杜拜也是詐騙國家之一 可是杜拜感覺就都很有錢 所以你覺得杜拜你可能會考慮一下? 對 還是會有點疑慮吧 但是會有點心動對不對? 價錢會心動 但是離家有點太遠了 而且人生力不熟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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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太落後了 沒有冷氣 我不能夠接受 所以你工作的地方一定要有冷氣 一定要冷氣 一定要乾淨 不會 因為這件事情很早之前就有了 你想想看 就是在柬埔寨那邊 會有那種月薪十幾萬的工作 好好 你說自己人就會先去 幹嘛還要在家 對啊 為什麼要留給外姑了? 我們朋友通常都比較聰明 比較不會去這種地方 如果通常我們要去國外工作 一定會打聽好所有的線 跟那邊的狀態才會去做這些 其實當他們的訊息發上來的時候 可能是在於我們現在社會的社會敏感度不夠 沒有一個工作會無條件的 開一張機票給你過去 可以想想看 那他花錢請你過去 你相對的要做的工作 絕對不會是這麼輕生 其實會挑到這些工作的人 試想一下 他們難道不知道他們自己 又走在灰色地帶 有多少能力賺多少錢? 下次小心點 早日歸國 要多查證嗎? 容易相信別人吧? 社會地點不夠喔 不可能說一個打字員 正常在台灣 都已經是兩三萬起跳 到那邊開個四五萬給你 不太符合經濟效益了 希望他們都能平安和 大家都不要再被騙 周遭有沒有碰過被詐騙的經驗 或是有碰到詐騙的訊息 你會怎麼判斷說這是假帳號 不是真的這樣? 應該很明顯吧 我有收到過 但是就是耗他的時間 他一直叫我下載微信 然後我就沒理他 我就已讀他 因為我之前有朋友 也是他就會被騙 然後直接騙到約出來 只是那個人出來 他沒出來 反騙他就覺得 你看就是詐騙 我反詐騙就對了 ok 就到大陸怎麼跑之類 就人過去 然後帶他去這樣子走一圈 然後回彈回彈 然後就這樣一直不要錢 對 然後這組都沒有 有身邊的朋友是有認識這一種的 我就只說就是他玩那個資金盤 然後他自己買了一棟房子 然後什麼 就一直分享這些 然後給我的朋友 但之後他沒有相信 沒有成功就對了 沒有成功 就差一點點這樣 那時候那個年輕孩 比較不知道 我其實是被那個 變文化詐騙 我當時是買什麼 遊戲網卡之類的 就是當時喜歡的東西 那之後就其實 有一通電話打過來 就說欸其實我們重複下訂 我就傻傻的那個 就是跟著他指示 做了他的一些操作之後 那其實就是有虧錢 但是其實就是不禁一支不漲一支 那丟下去的人真的是學費啦 其實就三萬多 那他們量算大的 對於當時的我來說 其實算大